日前,社交媒体账号为台湾表妹妹妹的台湾博主发布视频说 俄乌战争这段时间,她的闺蜜们抢着来大陆发展 妹妹说,她之前号召过台湾年轻人都来大陆看一看 但是很多人,他们就是在犹豫而已 好多朋友都问我说大陆现在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而且他们是真的有考虑要过来这边发展 妹妹说,是最近的俄乌战争让他们看清楚了一些事情 所以,台湾年轻人勇敢地踏出那一步了 妹妹表示,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过来这里一起创业 共同建立两岸合作的融洽氛围 据妹妹介绍,自己当初只是打算来大陆探亲 但是被大陆日清月异的发展深深吸引 目前,妹妹在杭州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,当前台海形势持续紧张动荡 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今年春节期间,两岸同胞通过各种形式呼之新春问候 还有许多台湾艺人参加大陆文艺演出受到欢迎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对此表示 两岸同胞充满真情的新川互动 再次彰显了两岸同胞同文同种 血浓于水的天然纽带 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 两岸民进交流的大趋势 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我们下期再见